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一段时日的调理 恐怕会落下病根的 那这段时间我就可以留下来了吧 肯定要留下来呀 再折腾 大楼神仙也救不了你 你看 大夫都这么说了 等你病好了 马上走 先生 那这阵子 就有劳您照应了 二爷 放心 其实我觉得低猪姑娘人挺好的 人长得还漂亮 二爷 您奶奶没发现吗 低猪姑娘她喜欢您 要我说 二爷 您常年束手在外 身边没个知心人 跑不容易回来 奶奶又不在了 二爷 您要是不应务低猪姑娘 您就把她留在身边 您有完没完 完了 完了 莫将告退 母亲家人好 赶紧 美女的男人 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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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坐 怎么不舒服了 你最近头疼得厉害啊 白草先生 马铺共十两 一两一包已经准备好了 好 先收起来吧 苗姑娘 二爷 你来牧城就是未见孙静豪吧 我替你把人找来了 有什么话当面说清楚 把心结解开了 就早早回去了 你就是孙静豪 对对对 我就是 就你这样的还看不上我 苗姑娘 是这样的 我自残行贿 绝对配不上你 所以才这样说的 你倒挺有自知之明 可你为什么把信写那么难听 专门为了羞辱我吗 这 她也有她的难处 难道你让她在信上写 自己面容丑陋 配不上你吗 她只不过不想耽误你 你又何必在这儿 咄咄逼人呢 这么说来 你也算个好男人 那是 虽然我们这个地方小 叶花响的姑娘 姚姑娘 如今你心愿达成了 算是吧 那你什么时候走 我的病还没好呢 你好没好 我一眼便能瞧得出来 我以为你挑选一队精炼的人马 他们身手了得足以护你周全 这会儿子你就收拾东西 车马已经为你备好了 即刻上路了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走啊 我碍着你什么了 这沐城是边陲之地 此处强到肆意横行 不是你大小姐游山玩水的地方 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见孙俊豪吗 现在人也见到了 你还想干什么 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我 孙俊豪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对对对 我会内疚的 我若是还有别的缘由 一定要留下来呢 任何缘由都没有生命重要 就这么定了 即刻启程 你等等 你一定要我走 可你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儿 我是官员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姚姑娘 没我啥事 那我就先走了 你武功高强 能保家卫国 我也可以 我从小熟读兵书 论谋略 未必比你差 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啊 你别怪二爷 他留下来 自然有他留下来的道理 先生知道内情 当然知道了 二爷呀 他最忌讳重提那些事 如果今天我把事情告诉你 你可千万要守口如瓶啊 远在附属之地的人 怎么会知道战争的残酷 那些束手编冠的将士们 他们整天面对生死的考验 阳尔犯 哪有 我 你 我 你 在这 爹 这 你 家 你看 算 走 师父 这个人还活着 那场大战 所有的人都战死了 只有二爷一人生还 从战场上 九死一生归来的男人 他的心 怎么可能是完整的呢 杀 杀 你是谁 怎么会在这儿 你 你别害怕 我叫驱灵二 是我和师父一起救了你 大战已经结束了 你活下来了 你别害怕 你自己决定了 你生气 你带过来 你叫人家 你叫人家 你只要爱这儿 你根本都为什么要 你像人家 坐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身上的伤也会好得快一些 我去给你再熬一碗药来 你若怕苦 那点香甜的果子 喝完药再吃一个果子 就不觉得苦了